安安大明星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水癢安 Yeah 專輯名稱叫做Ink印記 然後因為我身上有很多刺青 專輯一樣就是還有六首歌 然後六首歌就等於是我的人生經歷啊 我的紀錄然後收入在一個叫做Ink的專輯裡面 就跟我的刺青在我身上的意思是一樣的 廢棄有物是一種生活態度 就是你除了工作必須出門之外 例如說健身你必須出門之外 之餘的時間都在家裡 然後你可以跟自己相處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對 這是一種廢的態度 用自己舒適自在的態度去過生活 那平常自己待在家裡很久嗎 如果沒有工作的話就出門了 不是 如果 自己爆料 它雖然叫Drink 但是它跟喝酒無關 就是它沒有直接的關係 就不是說在講喝酒這件事情 是說你在人群中 然後你跟自己相處 或是你有一些自我對話的一個情況這樣 就是你自己腦袋在想什麼 然後這些場面或是這些氛圍給你的什麼感覺 你對自我覺醒的方面的事情 然後就是也不太會有什麼肢體上的互動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本來就認識 所以如果在拍的時候要拍那種你知道 跌對跌的那種 的那種感覺 可是就是你這樣互相訂著看就會 很尷尬就會笑 所以我們就是可能看 就是ㄎㄧㄤ掉看它的眉心 或是看它的人種 我想要跟韓國的Local合作 喔 韓國的 你喜歡嗎 就覺得它也是屬於舒服的聲音那種 不是刻意要唱情歌的那種 但 就也不是說那樣的不好 但是如果要選一個跟我比較搭的 因為我也不是那種悲傷款的那種人 所以就是如果要選一個秋秋磚塊 什麼意思磚塊嗎 磚塊就是聖誕節的時候大家要準備禮物 然後那個人就準備了一個磚塊 然後我抽到的時候 我覺得不太開心 因為很 欸很重欸 然後他也很驕傲的時候 我剛剛跟這個磚塊阿伯買的怎麼樣 說熟 你要幫我拿回家嗎 那位朋友你聽到了嗎 我個人當然是就是微側啊 因為我鼻子就是比較挺 然後臉正面比較圓 所以當然是微側 你這樣臉比較圓我們 你可以遮一點點 或是你這樣子你知道 由上面往下拍可能會 就是臉會小一點 或是你這個 就是有時候燈太曝的時候 你不要去對著光 雖然我現在就是對著光 但是你要讓你的臉 因為現在手機其實你都看到自己臉嘛 就是你找陰影吃 就是大家都去找飯吃 你這個時候你就要找陰影吃 找吃這裡吃這裡吃這裡 對不對 OK 追求完成每一件 就是眼前的事情 然後完成 是盡可能的完成到好 然後下一個事情開始了之後 我在想怎樣可以到更好 然後追求每一個過程一定要開心 就是自己力當開心 實體專輯會上架嘛 然後大家就希望可以 勇約購買 因為裡面有一些小細節 剛剛也沒有介紹 就是你們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然後當然CD的部分就是 想要告訴大家的概念 比較像就是一個實體 一個藝術品的部分 就是呈現給大家 所以很鼓勵你們收藏 對然後其他的 例如說演唱會啊 然後接下來的巡迴會在我的Instagram 或是Facebook上面 諮詢就會慢慢釋出 諮詢給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的 Follow 鎖定 所有愛